花莲的确诊案例持续增加 主要原因是餐酒馆传播链造成疫情扩大 其中玉里在清明廉假时松浦公墓 超商门市也都有确诊者足迹 为了维护民众身体健康 进而成功守住疫情 玉里警分局的分局长温基辛 也折成由业务组长陈博宜 亲自戴罪执行防疫机查勤务 针对辖区内的卡拉OK、小视部、KTV等 娱乐场所机查防治 同时希望民众避免因为群聚染上了疫情风险 花莲县确诊案例新增24例 主要原因是餐酒馆传播链造成疫情扩大 其中玉里在清明廉假时松浦公墓 超商门市也有确诊者的足迹 为了维护民众的身体健康 进而成功守住疫情 玉里分局长温基辛 立即择由业务组长陈博宜 亲自带队执行防疫机查的勤务 针对玉里镇内的卡拉OK、小吃部、KTV等 娱乐场所机查防治 同时也希望民众避免因为群聚感染上的疫情风险 进入歌厅、舞厅、夜总会、俱乐部、酒家、酒吧、酒店等特定娱乐场所的顾客 应该提供至少三剂疫苗证明 工作人员、从业人员部分都应该接种疫苗 两剂并且满14天 呼吁业者以及民众 一定要遵守政府防疫政策 以及居家检疫、隔离规定 不要因为防疫期间心存侥幸 医生事罚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